花林县原住民族前总头目王成发 8月15号在太巴朗部落家中盟主宠招了 而今天在富田天主教堂举行殡葬弥撒 花林县长徐真卫今天前往致哀并颁发表扬状 感谢王成发头目长期以来为部落发展 以及原住民文化传承的五丝奉献 太巴朗部落阶层干部在部落头目王德成的带领下 向已故花林县原住民前总头目王成发哀悼 覆盖太巴朗部落旗帜感念祝福部落永远的头目长眠哀期 这边旗是我们的部落旗 和我们的花林县原住民前总头目王成发 本月15号盟主宠招 今天上午在富田天主堂举行殡葬弥撒 县长徐真卫今天前往致哀并颁发表扬状 感谢王成发头目长期以来为部落发展 以及原住民族文化传承的无私奉献 回忆起与总头目王成发的相处过程 县长徐真卫更是不舍速度气不成声 总是为文化或者是传承 或者是为他一位子 他总是带着慈爱 挽怀包裹 看着我们 在我们表的时候 把我们的领霸告诉我们 他很棒 当我们需要 他总是在 我想通过就是我们的部落的首顶 现在地座带着他的大帮 就像我们的大楼里一样 大观洲一样 在当中只看着部落 只看着我们 一样的保护 圆明会副主委林毕霞代表 圆明会颁发二等原住民族奖章 对王成发头目一生 对阿美族文化的贡献 对部落事物的推动 表达敬意 也鼓励大家一起面对人生的无常 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自己部落的物化 我们自己阿美族文化的贡献 对阿美族文化的推动 对部落事物的推动 表达这种敬意 我们今天帮助我们很诚意的 把一个头目 这一生以来 对部落的贡献 做了一点奖章 也做了一个证书 我们今天帮助我们一起来面对 我们自己部落的物化 我们自己阿美族文化 我们自己部落的物化 这个故事物说 天游不测风云 阿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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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要很勇敢的面对 人生的无常 人生的无奈 我们一起来勇敢的面对 祝福大家 也祝福家里人 平安 大家平安身体 阿美族文化 前华丽县县长谢神山 立法委员傅昆琦 曾天才 婚礼县议员蔡一静 众多部落族人 和各界侍身一同出席 追到王陈发头目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感谢神山 正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看神山 膈复采访报道